我说这个世界就是要你七无诚思 很短时间想到怎插纸是ABC 各位大家好 再一次欢迎你回到我的频道之中 想说一下为什么我自己那么喜欢王子华 什么时候开始认识他 我想都要追溯到中学的年代 当时都没什么出去看舞台剧 或者是看演出的一些机会 我去了一些影店买了一套VCD 就是说娱乐圈血泪史 看完之后觉得真是惊为天人 为什么这个人所说的笑话是这么好笑的呢 而好笑之余却是觉得挺有深度的 相信大家如果认识王子华的话 都知道他一心是想做一个演员 他也参加过一些诗语比赛 也去过香港话剧团担当演员 但到了最后的时候很难找到一些机会 可以去继续演出 他在加拿大大学主修哲学 亦是因为这一套VCD 令到他之后的董督笑特别有深度 之后他就决定开一个董督笑 也决定完那次董督笑之后 便会离开演艺界 但想不到那次的演出却是一名惊人 即是非常好的一个观众反应 亦令到更多人留意他 我便立刻联想到我自己的经历 我自己也是读戏剧出身 我一心都是想做舞台剧演员 但奈何可能香港的竞争都太大 又或是自己不够高大帅帅才华 所以都机会不太多 然后在展转之间去了一间中学道任职 都是教戏剧 但能够接触到大家 都是因为这个YouTube平台 那你说这个YouTube频道 是不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肯定不是 我一定是最想做的 都是站在一个舞台上能够做演员 但生活不是说你想怎样就怎样 但如果在这么有限的情况下 你能够做到多少就多少 但我发觉原来做一个YouTube频道的时候 和大家的交流 又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满足感 以前做话剧 可能你一场四百多二百人 三百人入场 可能你做过几场都是说千多二千人 有人看到你的演出 但今时今日你在YouTube 可能你的分享 都会有超过一千二千人去点击 我不知道这条片是怎样的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生命的历程很特别 当你很想去走某一条路的时候 明明之中 这个上天就会引领你去第二条路 而第二条路里面 你又发觉原来都会给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令到你都达到一些不同的满足感 所以我在这个位置 更加觉得和子华神 有些背景上的相似 第二 我觉得他的笑话非常有深度 香港的动督笑演员有很多 如果你说前辈的 可能是许冠文的年代 再下去的时候 可能会数到尖瑞敏 林海峰 王子华 或者一些新兴的动督笑演员 但他们各有特色 以尖瑞敏为例 他做的动督笑是比较形体化一些 用身体一些夸张化的演绎令到你笑 当然里面都有主题 但他的强项就是在形体上 而林海峰的动督笑的强项就是 他对生活的观察非常细緻 尤其是对一些人生的白态 丑态 他能够观察入眉之余 亦都能够用自己的声音 去模仿到一些不同的角色 可能和他DJ的背景有关 而他亦都是用这种声音的方法 去进行这个动督笑 而王子华 就是不是特别用形体 又不是特别用声音 亦都不是很多时候唱歌 他就是纯粹以一个笑话 一个内容 里面承载着的一些 比较严肃的主题 去得到观众的喜爱 在他的动督笑 你不会只见到屎尿皮 又或者是说一些色情的东西 令到你笑等等 不是那么表面的 而是他会令你反思到人生不同的方面 比如可能是说人和其他人的关系 可能是说一些有情 爱情 亲情 第二就是说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可能是说人和这个环境社会之间 又或者是人和现在自身这个社会里面 维系住的一个管治机构相关的一些东西 又或者是人与国家的关系等等 而第三个层面就是说人自己的信念 又或者是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那种关系 所以在他的笑话里面 我都是可以看到分别在这三个范畴里面的一些主题 所以我觉得他的笑话是非常之丰富的内容 而第三我就是觉得他的动督笑 都挺敢于挑战权贵的 在他的表演之中 他是不会特别避忌 或者是特别要给面 哪一个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人 他就是有碗说碗 有碟说碟 有碟说碟 他就是这么率盛 就是这么直接 正正是因为这个直率 这种勇气 令到我觉得更加尊重 但可能这几年的情况 整个生态不同了的时候 可能 讲笑话的时候 都要特别小心 再下去的就是 我觉得他是不拘离于那种社会的规范 或者所谓在当时代的一些伦理道德 他的笑话其实是绝对有他的独立思考 和他一个非常之高的批判性在里面 所以你听他的笑话的时候 你有时会反思自己的一些价值观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道德观 又或者是对世界某些的想法 又或者是会不会跌入了一个社会的 社会的社会规范之中的一些想法 所以是给到一个人 是很大的一个思想上的冲击和震撼 再下去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对人 是有一种很深切的体谅和同情 如果大家看过他其中一个独督少 他就以这个图席七步成诗 然后就自己走七步底下 去创作了一首歌 那首歌正正是反映一些人 在职场里面的一些经历 也都带出了自己所信的一个处世之道 一会儿完结的时候 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播给大家 他心里面是真的有一个 message 是想传递给你的 他是对你有一个很深切的 就是对人性 是有一个很深切的体谅和一个同情 所以我是很喜欢他这种特质 再下去的时候 就是他继续追求自己的梦 虽然董督少是他的主打 亦都是他的强项 亦都是大家非常喜爱他的一种表演形式 但他却不甘于只是做这一件事 你看到过去的时间里 他也是跨过不同的平台 无论是在电视的剧集之中 又或者是参与一些电影的 无论是剧本或者是演出 以至到甚至去做一些舞台剧 之前就和潘散良有一部话剧 因为疫情的情况下 不能够上演也是非常可惜的 但你看到他 都仍然是捉住自己心里面的火 而去到最后 就是我很喜欢他那种真诚待人的态度 露住他那种对你的那种诚恨 对你,他不是笑你 其实他是在笑自己 其实他是在笑这个世界 所以你听他的笑话 你都要笑的时候 背后其实都是要哭的 为什么要哭呢? 就是发觉原来我们身处的世界 是来得这么荒淡 来得这么荒谬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人就开始反思 人存在 活着是为了什么 以至到这个存在主义 又或者这个荒淡剧的兴起 反思这个世界是否真的这么荒谬 人与人之间是否不能够沟通 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而我觉得王子华 他在这个世界之中 却是有一个很清醒的脑袋 有一个充满着爱人的那一火心 以至到他希望能够借住他的笑话 来温暖这个世界 而去温暖你 所以我每一次看他的动督笑 我心里面除了笑之外 会哭之外 我都会觉得是一种的 暖意 觉得是 是被他在关心中的 我希望我藉着这个频道 都能够传递到这一件事给你 觉得和你 涵马家常之余 都让你感受到 我是 关心你 我都希望能够 传递到一些正面的价值观 给大家 说到这里 王子华是我非常喜爱的艺人 一个恩城很内涵 代人有礼 有联敏之情 爱这个身边的人 爱这个世界的艺术 我觉得 是值得被珍惜的 虽然说他封了麦 但希望未来 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影视作品 能够带给我们 我希望能够在他身上 能够学到更多 无论是讲笑话的形式内容 又或者是思考的深度 希望大家都会 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多谢各位的收听 好,再见 好,欢迎订阅 谢谢